所有建筑板材都用了预製板 预製一层就像这个一层一层的搭上去 比以前的建筑工艺更加省时省钱省力 还有更好的质素 这个项目就叫预与 位于东京街和圆周街的交界 都是全港首国 用MIC组装合成法建出来的楼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由地下去到会所再加一个平台 平台然后就7楼起 西九路市中心的两房490个特尺 楼底比较高 还有它是准现房 一个大的露台 都没有什么山景 而且摆了家具 你看到下饭厅的长度、阔度都很实用 尤其是楼底里的创作 这个就是饭厅 然后它是入门口厨 这边就有个入门櫃 我就不开了 这个厨房是相当英俊 是一个长型造成L型的厨柜 基本上摆了东西 都有足够空间 它的隧房很特别 因为它是两边隧房 不会骚扰到彼此 这里就是下房 它摆完之后相当漂亮 有窗 有足够的海光 而且可以做到蓝不对楼 另外那边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摆位很简单 一张大床靠边摆 摆完之后 这边就摆衣柜 可以在这里做梳妆桌也行 最重要 这个楼盘是100%名次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一个大窗 然后这里用烫门 留意一个T字位 做了座置和洗手盘 这家屋现时就将会开的 你猜猜它开什么价格 欢迎留言告诉我 拜拜 拜拜